各位好,欢迎收看一封频道 首先我们今天讲 美国遭遇特大的龙卷风 真的是太吓人了 就这个事 怎么讲呢 你看美国这次 新闻人报道 美国一共有七个州 七个州 什么叫肯塔基州 印第安那州 伊利诺伊州 密苏西里州 什么阿肯色州 反正一共七个州 连续报道说 至少遭遇了30个 这种超级龙卷风的这种袭击 这个不是第一回 就是历史上说 之前没有过龙卷风 今天是第一回 遇到这个极端的天气 不是这样的 他们几乎每年都会遇到 大大小小不一样而已 就今年这个特别大 拜登不说吗 说这个 今年遇到这个龙卷风 这是多少年来都是最大的 然后造成影响 那就不用说了 据说是 现在已经造成100多人丧生了 然后多少人 无家可归 断水断电等等吧 大家看这个照片 真的是 非常的触目惊心 说什么 肯塔吉州 一个蜡烛加工厂 直接就移为平地了 就消失了 直接就 刮走了 然后还有在袭击的时候 有工人在工厂里加班 结果导致整个工厂里的人 全部埋在里面就丧生了 就今天为什么 第一个咱们要讲这个问题呢 当然咱们国家也第一时间 发出了慰问 说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我们还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别看现在中美关系很紧张 但是中国人永远都是出于人道主义 你受难了 我们就是一方有难八方之眼 我们还是要帮你 中国人就是这样 永远都是很厚道 这个事背后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你说 为什么 大家看这照片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这些房子遭遇了龙卷风之后 就都移为平地了 是龙卷风是很大 但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是 美国的这些房子都是木头做的 都是木制结构的房子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 就这个地方 就这几个州 每一年都会遇到龙卷风 有的时候很大 有的时候稍微小点 你每一年都会有损失 甚至人员伤亡 对吧 那你说这几个地方 它为什么不建水泥房子呢 对不对 你像这个工厂和库房 包括这个居民的这个住宅 你建成水泥房子不就得了 它这个抗这个龙卷风的能力 大大增强 那也可能不会有这么大损失 这个我查了网上资料 就是美国它这个木头 木材非常多 用木材盖房子很便宜 就说你有了图纸 甚至自己都能盖 秋秋补补补 因为它地广人稀 地广人稀 所以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用木头盖房子 非常的便宜 然后再加上它有什么家庭 什么财产险 遇到事之后保险公司算了 赔点 但我估计这回保险公司都破产了 然后如果你要用水泥 钢筋 这些混凝土 用这些盖房子 像咱们中国的房子 那成本就高了去了 关键是这种房子 你一个人干不了 你一家人也干不了 你必须得请工人 对吧 上设备 对不对 那个成本就高了去了 那美国地广人稀 人工成本特别贵 所以很多人 他就根本盖不起这种水泥房子 然后只能住这个木头房子 大家不要以为 看那个美剧里面说 住木头房子 觉得特别的时尚 好像是 但是没办法 你知道吧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住木头房子 这个真的 从侧面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要高中国 这个问题早解决了 什么钢筋水泥土柜 那一条路修过去 直接就工程队全给你盖下来 对吧 而且是这个龙卷风 这个治理的问题 这么多年了搞不定 就是搞不定 每年都有 所以这个美国啊 真是 咱们也不好说人家啥 反正我觉得就是 哎呦 人命不重要 感觉就在那个地方 咱们第二个消息啊 是来自于小鹏汽车 这个小鹏汽车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嘛 然后这个对他进行行政处罚 他也承认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上海的一个门店 在六个月的时间之内 采集了叫多少 43万张顾客的人脸照片 哎 大家知道那个中国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啊 已经颁布了 对吧 就对个人信息 我们实际上是非常的 现在是有法律保护的 不是说你弄个APP 对吧 或者你弄个什么摄像头 你就可以随意扫描 随意抓取信息 随意用 那不行 你时代过去了 然后这个小鹏就说 说呀 这个门店为了记录和分析 这个门店的客流量 就是来店多少人 转化率多少 他分析这个事 然后再采集了这个照片 哎 那也不行 对他进行这个行政处罚 小鹏说了 我完全服从 坚决整改 这个事 为什么咱们要说这个事情啊 咱们知道那个滴滴 这不退市了吗 对吧 影响很大 其中当时你记不记得 出发条款 当时很重要一点 就是个人数据 就是大数据这个信息 它掌握的非常多 然后呢 可能这里面出了一些安全问题 还有啊 咱们现在什么 那些什么外卖软件呢 那些购物软件呢 对吧 那些信息软件的等等 他们要想抓取个人信息啊 你都得经过个人同意了 就是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 现在是越来越严格了 这是整个时代的进步啊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有很多网友就说了 这数据抓取了 不要搞到国外去就行 第三个事 咱们今天讲讲什么呢 大家知道这个电动车啊 现在好像是 国家越来越重视了 对吧 然后这个努力的推广新能源汽车 因为中国嘛 咱们其实走在了新能源汽车 这个时代的前列了啊 其实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讲 你看咱们分析一下整个产业局势啊 日本原来是搞轻能汽车 没搞明白 其实现在轻能汽车 它也没卖多少辆啊 基本上就是宣告失败的 然后呢 电动车 他们一开始觉得不行 没看上啊 现在又想重途发展 所以他就基本上是落后了 然后欧洲那边老牌的一些车企 什么奥迪宝马这些奔驰啊 他们由于这个路径依赖 由于这种偶像包袱 我原来是搞燃油车的 对吧 你们这个电动车看起来就是个大玩具 我不给你们同流合污啊 所以呢 他们其实没有反应过来 没有跟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潮流 所以他们现在是属于落后的 其实现在在这个产业来讲 是中美两强争霸 美国呢 主要是特斯拉一家独大 但是中国呢 其实来讲 它是一个百家争鸣啊 百花齐放这么一个状态 无论是供应链呢 还整个生态其实都非常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知道你要买新能源汽车 特别是电动车 那你就得赶紧买了 为啥呢 明年就是2022年 是国家补贴新能源汽车的最后一年 就是过了明年之后就不再真金白银的补贴了 明年是最后一年啊 还是延长到明年年底 你要想买电动车 你就在这个阶段去买 你再买可就贵了啊 那么就其实也意味着 这个新能源汽车 特别是电动车 要跟燃油车真的进行贴身肉搏了啊 贴身肉搏 为啥呢 因为没有补贴了嘛 你这次在赢得市场 谁在买你的车 那就纯是靠自己的本事了 然后很多朋友讲 说这个哎呀 买怎么选这个新能源汽车啊 怎么选 你是我是选比亚迪的 我是选特斯拉的 我是选什么小鹏理想未来的 对吧 没法选 怎么怎么弄这个事 这个事情啊 其实我给大家出一个标准啊 就是一个选车的标准啊 你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作为电动车来讲 新能源汽车也好 嗯 它最关键的就是三个点 第一呢 就是自动驾驶技术 第二个呢 就是电池 第三呢 就是整体的这个成本 什么意思呢 就自动驾驶 现在自动驾驶技术 呃 其实来讲 它还是一个出于萌芽的一个阶段 就是它现在非常的不成熟 它只能算是一个辅助驾驶 它不是真正的自动驾驶 你千万不要买回一个车 无论哪个品牌的 就真的自动驾驶了 就不管了 那是你拿你自己生命 再给人家做实验的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辅助功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 哎 这个自动驾驶 大家不要觉得说 现在好像特斯拉做的比较好啊 那个华为的好像也不错呀 好像别的不行 现在自动驾驶这个技术 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远没有到结束的阶段 你也不要说谁领先 谁不领先 啊 这个是远远没到那个程度呢 还差得很远的啊 现在刚刚开始 来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电池技术 这个也是整个电动车的核心啊 也是现在电动汽车 最让大家这个犹豫和纠结的地方 就是说 你里程焦虑啊 对吧 你是充电换电呢 不方便呢 时间长啊 等等 各种个问题 都出在这个电池上 其实呢 就是储能技术 它没有突破 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 你充一次电 要不很慢 要不然跑得很 这个这个很短 里程不够 要或者呢 不安全啊 燃烧着火自然等等 这种事都出现 对吧 那这个电池到底怎么选 哎 我给大家也讲讲 现在主流的电池啊 就其实就两种 一种叫三分里电池 一种叫磷酸铁锂电池 哎 你像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还有那个宁德时代给特斯拉供货 供的那个电池 都属于叫磷酸铁锂电池 哎 这种电池有个好处 就是它比较安全 比较稳定 你温度高了 它也不会自然 那为什么那个比亚迪 那个刀片电池 拿那个针刺 它都不爆炸 就是因为它本质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然后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第一 它的能量密度不够 说白了就是续航比较短 第二个呢 就是它不能在比较冷的环境下工作 你要在东北或者是天冷的地方 你开磷酸铁锂电池 那个电动车 那根本就开不起来 一会儿就没电了 那么这个三元锂电池呢 它的这个续航就长 哎 然后呢 它适应比较冷的环境 你要在东北开 你一定要买三元锂电池 但是三元锂电池 它也有一个问题 第一它比较贵 三元锂 什么叫三元锂 就用三种稀有的金属 你比如说 镍 骨 蒙 它用这三种 所以它这个 这都属于地球 地壳上含能比较少的金属 它比较贵 第一个比较贵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不能耐高温 那些自然的车 爆炸的那个电池着火的 基本都是三元锂电池 你看那个针刺 一扎三元锂电池就着火 那都是 它在三百度高温的 这个状态下 它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它就容易发生火灾 这就是它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电池就两难 就看你怎么选 剩下其他的 什么钠离子电池 什么钛 什么铝 离子电池 这些都不成气候 还都不是很成熟 你特别是钠离子电池 也是您的时代推出来的 对啊 但这是个方向 我们要承认人家 研究这个东西是方向 这个没问题 但是它现在 其实它续航很短 因为它能量密度比较低 所以最终总结一下 对于西能源汽车 这个事来讲 如果你想买车的话 我建议你重点关注一下 国产西能源汽车 为啥呢 因为现在对于西能源汽车 这个事来讲 现在就是中美争霸 这个日韩 欧洲都不行 都不行 西能源汽车 还是中美两国 那么美国的话 你只能选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那个做工 咱不是说 你到那个试驾的时候 你去看一看 那个做工 那个缝太宽了 做工非常的垃圾 非常的粗糙 简直就是 怎么人堵 反正我是适应不了 我觉得那个做工不行 然后国产的 这个造车新势力也好 比亚迪也好 什么也好 其实做的都不错了 因为大家用了电池 用自动驾驶技术 外形等等都差不多 因为电动车结构比较简单 它不存在变速箱 发动机 这些咱们搞定不了的 核心元器件 所以说 对于电动车来讲 我更建议 你要关注国产品牌 就这么个意思 好 如果喜欢一文频道的视频 请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给七大朋友 让我们下期再见